7100万美金的加密货币,转错怎么办? 最近,区块链安全公司Sivers披露了一起加密货币诈骗案 受害者稀里糊涂之间,自己给骗子转账了价值7100万美元的VCC币约合511310万人民币 其中的骗数更是简单到让人无语 肇事的黑客所使用的骗数被称为地址债骗或网络钓鱼 通过仿冒VCC一种以太方网络上的跟比特币挂钩的ERK20代币钱包地址芯片 他们专丁一些钱包里余额比较多的有钱用户 模仿他们真实的以太方钱包地址,仿制一个假的钱包地址 以太方钱包地址是一串长长的字符 最长可达42位,假地址的钱,后几位数字跟真地址相同,只有中间不一样 就比如,最近这位受害用户的真实钱包地址为0xd9a1b0b1cb2853a91 黑客仿制的假钱包地址为0xd9a1c378244853a91 两个账号开头都是0xd9a1,结尾都是853a91,很具有迷惑性 随后,黑客会用假地址给受害用户进行一些小额转账 让假地址出现在他的转账记录中 等受害用户下一次想往自己的真地址转账时 可能会从转账记录里直接复制钱包地址 这是很多人都有的习惯 这时,万一受害用户没仔细核对地址 比如只检查了前几位或后几位数字 很可能发现不了这个地址是假的 就这么稀里糊涂转账给了黑客 这种骗术并不高明 黑客们赌的就是用户们是否细心 5月3日,这位受害用户就是因为一时疏忽 把1155个VCCB转账到黑客的假地址 损失高达7100万美元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然而最近又迎来了后续 受害用户发现被骗后 一直在链上给黑客留言沟通 希望对方支去把钱退回来 你赢了兄弟 自己留下10% 把90%退回来 然后我们都把这件事忘了吧 你我都明白700万美金足以让你生活的更好 但7000万会让你睡不好觉 看了这条留言 骗钱的黑客还很猖狂 你可以把钱包里剩下的160万代币转给我 6800万美元加上160万美元是多少来着 我会好好使用的 把你剩下的代币转到这个地址 我会决定是否退还90%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将不会再收到我的消息 我也不会再回复 我知道你看见我的上一条消息了 你有15分钟时间 第一会和双方互不退让 接下来受害用户连着给黑客发了三条消息 第二条也是最后一条信息 你我都知道没办法把这笔钱全部洗白 你会被追踪的 你我也都明白是个好叫这个词 跟你的道德和伦理无关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郑重承诺给你10% 把90%退回来吧 在世界标准时间2024年5月6日上午10点之前 你还有24小时的时间做出一个会改变你生活的决定 无论是何种决定 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 我们还没在推特上发任何内容 受害用户又是好言相劝 又是小质疑厉害 这下子骗钱的黑客终于被说服了 黑客大概是怕事情闹大了无法收场 万一有人查到他的真实身份就完了 于是决定服软 黑客给受害用户留言说 请留下你的Telegram账号 我会跟你联系 从周四开始 黑客已经陆续给受害用户退款了 这背后 其实也是一场博弈 黑客虽然成功骗到了这7000多万美元的币 但是毕竟还是在区块链上的资产 没有办法在现实中使用 而区块链上所有交易都是公开的 所以无论黑客把这些转到哪里 都会被原始终一直追踪着 如果黑客想把这些币换成现实中的法币 涉及交易的时候 他的真实身份就会泄露 毕竟被骗了7000万美元的人 也不是善查 当然 还有一种方法 可以通过链上混币的方式摆脱追踪 但是7000万实在数额太大 想要完全摆脱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所以 正如之前链上俩人留言的 你是愿意被原始终追一辈子 还是干脆拿10%安心跑路得了 所以最后退回90% 也是大概黑客最后做出了选择吧 所以正如刑 走开 看到